馬騰呢在軍營門口看見追兵 大喊 兒子小心背後 馬超呢卻彷彿充耳不聞 滾滾長江東是水 三國演義重開機 英雄說出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說書人阿瑞 上一回我們講到 董卓的羽黨、李爵、郭四等人 在謀事假許的建議之下呢 成功聚集了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梁州人馬 兵分四路殺向長安 這些梁州派軍閥的目的主要有兩個 第一是想要控制漢朝天子和現帝 第二則是想要抓住那個謀殺董卓的司徒王允還有呂布 且說這天呂布他領著兵馬出城 在城外遇見了李爵這一陸軍隊 眼看對方還沒有列陣完畢 呂布連忙下令手下全軍衝鋒 清一色的祭兵隊 金戈鐵馬殺成必天 只把李爵殺退了五十多里 退到一座山丘旁才安盈眨寨 見到凶神惡煞般的呂布 李郭張凡等四個人都安自焦慮 心想如果呂布又帶兵過來那該如何是好 難道剪刀石頭布誰輸誰上場嗎 李爵呢趕緊找來賈許求救 賈許用他一貫清晰的頭腦突破盲點 李爵大人你認為我們現在的對手是誰 對手當然是呂布啊 布是長安 只要打下長安呂布他就算有再多兵馬 也只是一個無家可歸的小孩 說要打下長安啊 這是知意行難 賈許呢他展現了作為軍師的價值 他先請作戰經驗比較豐富的 李爵郭四兩個人各自領兵 倚靠著山丘一前一後協力作戰 李爵聽了還是覺得有點不安啊 就詢問他 我們全軍初級都未必打得贏女布了 只有我和郭四兩個人真的夠嗎 只要依照我的安排 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您絕對能平平安安進入長安 屆時還望李大仁重振朝綱 賈許呢謹慎的交代完畢 另一方面呢則拜託張濟犯愁兩個人 率領繳成快的祭兵 繞過呂布直取長安 李爵呢雖然還是有點不放心啊 但是也只能選擇相信這一位 預測神准的屬下了 他和郭四呢分批領兵而出 然後單獨前進去對呂布叫陣 呂布看了心想啊 手下敗將自取其辱 方天畫己一提飛升月上赤兔馬 留下一半的士兵防守 自己帶著半部軍馬出門應戰 李爵看到呂布出陣了 立刻按照賈許的指示 進一步退三步 不準贏只準輸 雙方剛接戰啊 李爵軍的防守陣線呢 就像是陶瓷娃娃一樣 一碰就碎 紛紛往軍營後方的山丘退三 呂布啊非常開心 心想這下子啊可以打完收工了 傳令下去全軍追擊 突然之間呢後方鼓聲大作 竟然是郭四領兵跑了出來 他還拿著麥克風對呂布心戰喊話 親愛的呂布將軍 你已經被我們包圍了 現在脫光催甲 丟下兵器投降 我們西梁軍團不會虧待你的 被這些雜魚包圍有什麼好怕的 看我一隻一隻打爆你們 呂布呢他停止追擊上山的李爵 調轉碼頭迎戰後方的郭四 誰知啊郭四的士兵呢也是一碰就跑一跑就散 呂布這一次呢他只帶著一半的精銳部隊出來 就像是一頭勇猛的老虎力大無雙 但是呢面對一群跑得飛快的小老鼠 卻不知道該從哪下手才好 正當猶豫不絕之際呢山上的李爵休息完畢 重整旗鼓又殺了過來 就這樣啊眾人一連好幾天的交戰呢 都沒有分出勝負 蒙虎呂布被李爵郭四兩人包夾 一前一後你進我退你退我跑 縱有天生神力啊 卻拿對方毫無辦法 氣的是牙癢癢的 正打算全軍傾巢而出 和對方來個你死我活 突然收到探子緊急報告 報告呂大人敵人大軍進犯長安 快要守不住了 呂布心中雪亮 原來李爵郭四這兩個人呢 只是煙霧彈 凡仇張濟的突擊隊呢 才是正面主力 一想到貂蟬還在長安啊 呂布當下呢也過不得三七二十一啊 開啟即行軍模式回頭救援 然而啊賈許的安排呢 哪能讓你有機會翻身呢 當呂布的軍隊來到長安城 發現城外已經被包圍得像鐵桶似的密不透風 他拼了命啊才殺進城門 進城和貂蟬會合 此時啊官兵已經軍心思變 呂布呢前往皇宮會見司徒王允 希望帶著他和貂蟬一起往東 投靠當時陶董聯合軍的諸侯 然而呢王允只是一再的拒絕 因為啊他知道自己一手策劃連環劑殺了董卓 早就被西梁軍團視為眼中丁 倘若這次長安陷落 自己卻僥倖逃脫 那些董卓與黨啊一氣之下 不知道會做出什麼樣恐怖的事情 奉賢啊如果有緣 你就幫我謝謝那些幫忙逃董的好朋友吧 漢朝還需要他們 我的女兒貂蟬就交給你了 眼看王允呢是心意已決 皇宮外啊則升起了數道黑煙 顯然已經有內印偷偷打開城門 迎接西梁軍入城 呂布啊一咬牙 把貂蟬呢扶上了赤兔馬 身邊帶著從賓州就一路跟隨自己的數百名清兵 眾人啊改換便服走小門偷偷撤出長安 往東奔馳了十餘里 此刻啊呂布心中是各種念頭亂糟糟 原本呢他以為只要當個武將帶兵作戰 就可以跟心上人貂蟬在京城安生立命 殊不知淪落到現在天涯漂泊 不知道何去何從 於是啊他放慢腳步 轉頭對左右部下說 你們今天還在這裡啊 對我是仁至義盡 沒辦法讓大家過好日子 是我呂布的能力不夠 各位還是就地解散 另謀出路吧 一名軍官上前發話 呂大人你不要喪氣啊 聽說汝南元素正在招兵買馬 不如我們去投靠他吧 呂布一看啊說話那個人呢 原來是自己的愛將高順 呂布年少從軍沒有其他家人 在認識貂蟬之前 如果要說有誰的性命 會讓他掛心 那大概就是高順了 再看看四周啊 其他將領呢 不知道是不願意離開還是不敢離開 大家一動也不動 呂布嘆了一口氣啊 聽從高順的建議 帶兵前往汝南 投靠元素 鏡頭啊回到長安城州 李爵郭四等人呢 帶兵包圍了皇宮 逼迫漢縣帝交出王允 一個手洗刀落 這一位呢 同時帶給呂布幸福 也帶給董卓噩夢的司徒王允 就此魂歸西天 然而呢 王允死後 西梁軍團的將領呢 卻沒有打到回府 他們在城中暗兵不動 漢縣帝派人宣指 你們說要殺王允替董卓報仇 現在人也殺了 為什麼還不回到駐地呢 李爵表示啊 我們幫董太師洗刷冤屈 有功於設計 心想陛下應該會封賞我們 還沒有拿到封賞 我們不敢退兵啊 這話說的啊 有夠貪得無厭 可恨當時長安城中呢 沒有其他軍隊的實力比他們大 漢縣帝只得不甘願的 封了李爵為狙濟將軍 郭四偉後將軍 兩個人呢 共同掌控朝政 其他像是樊仇張濟等人呢 也各有封賞 董卓才死沒多久喔 本來天子有機會重新歸位 但是被西梁軍閥這麼一角局 漢朝好不容易點起的希望燭光 又變得更加暗淡了 所幸啊 漢縣帝周圍的情報網 並沒有完全失靈 有一位皇家金牌小密探 偷偷的把長安的慘狀 往西邊傳了出去 第一個接收到消息的不是別人 正是西梁太守馬騰 這位馬騰啊 他是忠良之後 祖先的名字亮出來 嚇死人喔 東漢開國功臣之一 福波將軍馬元 對 就是那一位主張男兒應該要 戰死殺場 不可以病死在醫院的馬元 而這位馬先生呢 他後來也的確病死在軍隊當中 馬騰的家族勢力呢 長期在梁州這邊發展 頗得當地的百姓支持 他還有一個義兄弟喔 名字叫做韓歲 馬騰呢他一接到皇帝的秘密姓韓 立刻通知義兄 帶足十萬兵馬 直奔長安來討賊秦王 李爵等人呢 原本正在皇宮當中 慶祝升官發大財 突然收到這個馬騰來襲的警報 就像一盆冷水當頭嬌下 這個馬家軍的名聲啊 在梁州市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李爵放下酒杯大喊 賈許呢 快把賈許給我找來 賈許啊 他自從進到長安之後呢 觀察老闆們的行為 是越來越荒腔走板 只好保持距離以側安全 平日下班之後呢 就是把自己關在宿舍裡面 這回呢被找去商討 防守長安的計劃 他心裡雖然在默默的嘆氣 但仍然抱持著一絲希望 希望透過這次的作戰 讓老闆們重新認知到 怎麼做才能夠得民心 進到會議室 賈許沒有多說廢話 直接分析局勢 馬騰寒碎兩個人遠道而來 我們只要閉門防守 撐過一百天 他們糧食吃的差不多了 就會退兵 到時我們再派人追擊 就能大獲全勝 話講完啊 房間裡面呢 有兩名李爵的親信將領 李蒙王芳立刻插嘴 這種烏龜戰法還要你教嗎 我們打下長安啊 靠的可不是當龜兒子 而是靠GOTS 只要大人肯給一萬金兵 一定把馬騰寒碎的人頭拿下 賈許心裡著急啊 再三警告 現在出兵肯定會吞敗仗 但是李蒙王芳自信滿滿的拍胸脯保證 我們跟軍師賭身家 如果吞敗仗甘願被斬首 大家也不是第一天聽三國說書啊 這種套路呢看很多了 凡事跟主帥打賭的都沒有好下場 賈許心想啊 萬一你們真的輸了 我拿兩粒死人頭有什麼用呢 不過李爵終究還是被兩位愛將給說服了 派了一萬五千兵馬給他們 西出長安兩百多里處紮營 沒多久呢 馬騰率領的西梁聯軍抵達前線 他和義兄韓祟啊 並肩走向正前 身後呢是軍紀嚴整的西梁鐵記 一字排開 長槍指向天際 氣勢震撼人心 馬騰啊 手指李蒙王芳兩個人高聲賀問 有誰願意請下這兩個反賊 父親大人請看孩兒打頭陣 馬騰話音未落 一位少年將軍從旁飛馬出陣 只見他面如冠玉眼若流星 手腳修長比例是標準的模特兒身材 氣勢呢有如猛虎出紮 這個人正是馬騰的十七歲兒子 馬超 馬騰呢對兒子的武藝啊 是百分之一百有信心 朝他點點頭 馬超呢身披白袍隱看 腳跨俊馬 就像一隻弓箭離閒而去直撲底陣 王芳呢有眼無珠啊 看那個馬超不過是個 連鬍子都沒有長齊的少年 心想這一定是天上掉下來的 驚艷大禮包 此時不減更待何時啊 他立刻拍馬迎上前去 兩人雙槍在空中 一個招架 王芳呢只覺得自己這一槍啊 彷彿是敲在一根大石柱上面 石柱沒有動搖半分喔 自己啊卻已經雙臂發麻 就這麼一個空檔 馬超冷哼一聲 他手中的長槍啊 像是有生命似的 鑽過了防守的空隙 洞穿了王芳的喉嚨 西梁鐵技兵呢此時爆出如雷的歡呼啊 馬超轉頭要回大本營呢 沒有再多看手下敗將一眼 李萌遠遠見到夥伴落馬 快馬加鞭從後方趕殺 堪堪就要追到馬超 馬騰呢在軍營門口看見追兵 大喊 兒子小心背後 馬超呢卻彷彿充耳不聞 刹那間呢 李萌手舉長槍 往馬超的後心刺去 馬超的坐跡呢 卻像是瞬間變換車道一樣 從內側切到外側 這一槍呢就刺了個空 馬超接著一個緊急剎車 讓兩匹馬並肩而行 伸出他呢長臂圓一樣的手臂 攔腰抱住李萌 只花不到數秒鐘 就升起了敵方大將 敵軍此刻啊 是群龍無首 望風而逃 西梁聯軍呢 就又順勢前進了幾十里 這才就地扎贏 並且把那個李萌斬首示眾 前鋒敗仗的消息呢 很快的傳回長安 李爵國四啊 這才相信賈許的預測 是何等精準 接下來呢就傳令各個關卡 閉門堅守 無論馬騰怎麼挑釁都不准接戰 幾個月後啊 西梁聯軍呢 終於吃光了糧草 被迫撤軍 張濟凡仇呢也奉命追擊 大獲全勝 擊敗了馬騰寒歲之後啊 短時間內呢 就沒有諸侯願意再來長安解救皇帝了 李爵國四兩個人呢也發現 賈許啊確實有謀略 所幸就把國家大事呢 大部分都交給他 自己啊整天開心的飲酒作樂 賈許啊心中無奈 只得一面安撫百姓 一面穩定政局 然而呢獨木難之大下 不幸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原本以為已經平定的黃金之亂啊 又有余黨在青州山東一帶起兵造反 消息傳回了中央 俠持天子的李爵呢 趙慣立友沒有想法 問大臣說該怎麼辦才好 當初啊討賊有功的 老將朱俊站出來說話了 唉要平定這些黃金賊啊 我知道有一個人能辦得到 誰這麼有辦法 現任的東俊太守曹操曹孟德 李爵現在知道啊 這些大臣的意見呢 往往都比自己的意見管用 喜滋滋的派人擬好趙書送往東俊 命令曹操和紀北相報信聯手 負責剿滅這一群死灰復燃的黃金賊 究竟曹操他收到趙書之後會如何行動 預知後續如何 且聽下回分曉 今天的故事說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則影片 歡迎訂閱我們頻道收看最新消息 已經訂過的朋友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精彩影片喔 想看更多有趣文章 也歡迎到英雄故事粉絲團 按讚加分享 這裡是英雄說書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